大家好,这里是小波读书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分几期视频 为大家介绍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同时也是一位天才和传奇 哲学家罗素说 认识维特根斯坦是他生命中 最令人兴奋的思想上的经历之一 罗素还称赞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完美的天才 为什么说维特根斯坦也是一位传奇呢 一方面是一位传奇 一方面是源自他的人生经历 另外一方面是源自他的哲学思想 那在介绍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之前 让我们还是简单了解一下他的传奇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1889年出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 他的父亲卡尔是个犹太人 维特根斯坦是个典型的超级富二代 他们家族是欧洲最显赫的豪门之一 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也一点也不过分 他们家族的产业便是钢铁、铁路、轮胎、金融和建筑业 他们家族被誉为是欧洲的第六帝国 当时出入于维特根斯坦家里面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 他的父母的文化素养也很高 家里面经常有音乐家的朋友 像苏曼、马勒、伯拉姆斯等等 都是他们家里面的常客 他们家有七架三角钢琴 他从小就在家里面自学钢琴 但是有钱人的家也不一定快乐 在这个富有艺术气息的家庭里面 还有一个传奇的地方 那就是自杀 维特根斯坦有四个哥哥 三个都自杀了 维特根斯坦自己也在23岁的时候说 在过去的九年一直生活在恐怖的孤单之中 徘徊在自杀的边缘 他说他一生最害怕的事 就是在完成著作之前失去了理智和生命 也许是因为哥哥接二连三的自杀 也影响了他的性格 导致维特根斯坦性格叛逆 内心敏感 甚至长期患有抑郁症 脾气也非常的火爆 据说有一次跟哲学家鲍普尔讨论问题的时候 还差一点打了起来 少年维特根斯坦爱好机械和技术 十岁的时候就制作出一台简单实用的缝纫机 后来他又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 1906年维特根斯坦前往柏林学习机械工程 1908年进入英国的曼切斯特维多利亚大学 攻读航空工业空气动力学 在此期间 维特根斯坦阅读了罗素和怀特海和谐的数学原理 以及弗雷格写的算术基础 激发了他的数学兴趣 于是他转到了剑桥大学 向罗素学习数学 虽然维特根斯坦家财万贯 但是他对钱财并不感兴趣 他把所有的遗产都送给了哥哥和姐姐 他自己一毛钱也没留下 他参加过一战 还做过俘虏 据说维特根斯坦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非常的英勇 还获得过几次勋章 他在殖民了战争的死亡和悲痛之后 维特根斯坦开始重新思考哲学 并促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逻辑哲学论》 这本书一开始并没有找到出版商 后来还是罗素推荐出版商给他出版的 在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之后 他感觉自己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 那这本书的序言里面 维特根斯坦也非常自豪地宣称 哲学问题从根本上已经获得了最终的解决 这些问题解决之后 所有人做的事情就已经很少了 然后他选择了去奥地利的一个偏野乡村 做起来家庭教师 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但是乡村教师的生活并不愉快 加上维特根斯坦性格怪异 脾气火爆 经常跟家长闹矛盾 甚至还对学生大打出手 据说有一次 他对一个生病的学生动出 因为用力太大 把孩子打伤并送到了医院 维特根斯坦吓坏了 赶紧结束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1930年 他重新回到了哲学界 在罗素的帮助下 获得了剑桥大学的教职职位 中间因为战争离开了剑桥 后来又回到了剑桥教秀哲学 直到1947年 维特根斯坦厌倦了剑桥的学术圈 离开了剑桥 去爱尔兰定居 一年多以后 哲学研究还没有写完 但是他被检查出患有前列腺癌 他感觉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 他一直想写完哲学研究这本书 但只写了一半 导致这本书在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出版 他甚至在序言里面写道 我想出一本好书 但没有实现 但我可以改进他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虽然没有完成自己在哲学上的研究 但维特根斯坦并不感到特别的遗憾 他曾经在一份笔记中说 有人可能说 某人在完成某份工作之前 已经去世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 这并不是十分的关键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变得更加的温和 并不像之前那么暴躁和严厉 在生命的最后 维特根斯坦不愿死在医院里面 而是选择了临终前搬到贝文医生的家里面 贝文的太太听说维特根斯坦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但是脾气很糟糕 一开始还有一点犹豫 最终还是答应了 最后也发现 他并没有传说中那么脾气暴躁 维特根斯坦还会跟贝文的太太 聊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 每天晚上到附近的小酒馆里面 点上两杯红酒 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喝酒 而是把这杯酒撒到了酒馆的植物盆栽里面 贝文太太回忆说 这是她唯一见过他 做过不老实的事情 维特根斯坦于1951年去世 享年62岁 在临终的时候 贝文太太还告诉维特根斯坦 她的朋友正在赶来 维特根斯坦最后对她说 告诉他们 我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维特根斯坦拥有传奇的一生 在性格上特立独行 在哲学上也是独树一帜 他家财万贯 但甘愿放弃所有的遗产 去做普通的乡村教师 他生活极其简朴 一生都没有穿过西装 打过领带或者戴过帽子 只穿着非常简单的衣服 他身体不好 本来可以不用去当兵 但是他坚持要参加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可以说 他的每一次人生转变 都充满了勇气和决心 在哲学家里面 也是非常少见的 当然 维特根斯坦能成为 20世纪最近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并不是因为他传奇的人生经历 而更在于他深水的哲学思想 有人说 一位哲学家一生中 能提出一个 超越传统哲学的思想理论 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而维特根斯坦 做到了两次 那他是如何做到 自我超越的呢 我们下一期视频 正式开始聊他的哲学思想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关注小博读书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